吃鹰懂果是真谛 下 把人家当傻瓜 自己才是最傻的人 过去很多人之所以被别人骂傻瓜 就是因为他永远把别人当傻瓜 对娶回来的老婆不当回事 不好好沟通 哪天他觉悟了 一旦遇到一个比你更好的男人 他就跟着跑了 这就是渊渊相报 因为你对他不够关心 否则他怎么会跑掉的 这种事情怪老婆干嘛 怪自己不够用心吧 我们现在的人愚痴 在碰到问题总是先怪别人不好 总是从别人身上找问题 其实问题都在自己身上 应该先把自己的问题找到 举个简单例子 就像照镜子一样 你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脸上有个脏东西 难道外镜子不干净 你再怎么擦镜子 脏东西还在 只有从自己身上擦掉脏东西 镜子里就没有了 一看镜子怎么这么脏 其实不是镜子脏 而是你的脸脏 把脸擦干净了 镜子不就干净了 你去挂镜子干嘛 话要好好讲 有什么话不能讲 人的五官中 最重要的就是嘴巴 动物与人的区别 在于动物不能讲话 所以他们不能沟通 沟通是最重要的 用现在时髦的话讲 就是我协调一下 每个部门之间要协调 人与人之间也要协调 跟老婆要协调 跟孩子要协调 跟环境要协调 单位中 社会上 都要靠协调 不协调 怎么会成功 你怪人家不好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好 最后 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对境自照 须自查 污点皆由 自身发 心外求法 终是错 广结善缘 得善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